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昨天2月26日 娃娃早上是去上了厕所 就没有回来了 然后到了晚上 我就问我老婆 娃娃吃了没有 她讲娃娃她还没有回来 就奇怪 通常娃娃不是在后门叫 就是直接就回来家里面 可是我老婆讲 中午的时间都没有回来 就心想不太对劲 我们就去绕 半夜是2点多就去绕 绕了很多圈 还没叫娃娃 娃娃还是没有出来 就心想看到她在其他地方睡觉 可是心想也不对劲啊 她都还没有吃晚餐 通常她会回来吃晚餐 然后就以为她早上会回来 这样子的习惯已经是好几年了 4年了 4年了 就是早上出去上了厕所 就回家了 然后就回家 要不然有时候就跑出去 去找朋友啊 去跑跑晒太阳一下 这就是娃娃的习惯 这一次就比较不寻常 所以我们就推断有几个可能性 被抓走了 被抓走的话 可能就是给一些普通人抓走 可能她太可爱了 第二 可能是被抓狗队的人抓走了 所以就这两个可能性 所以等一下我就心想我们要去抓狗队那边 单薄一样的地方 看一看 MVJB 东套 还有一个可能性 她在外面出了些什么意外 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羊狗 最难接受的就是和她分开 分开 以为只是生理识别的这种方式 可是现在不是生理识别 是突然间失踪 然后不懂她在什么地方 然后让我们牵肠挂肚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去看 那个抓狗队那边看 如果有她是被抓狗队抓走 那个是很幸运的 我觉得 因为至少我们知道她的线索跟下落 还可以把它找回来 最怕是抓狗队 没有 那边没有这样子的一次 没有娃娃的蹤影 这样我们就更加的 更加难找回娃娃了 等一下再去那边看一看 OK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 我就下去找看娃娃有没有在里面 Let's go 他是来领养的 就没有人到鬼面的 我们来到了这个抓狗的地方 它只是收狗的地方 不过我们在里面没有看到娃娃 所以这样就更紧张了 好吧 我们再回去打马石油给附近看看 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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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去哪里了咧 娃娃 我放上Facebook 然后Facebook有人跟我讲 去MPIP那边问看 如果他们讲那边抓到的狗 通常是 为什么渺茫 因为他们当天抓,当天就丢进森林放生了 没有一个地方关 不过可以去问看有没有来死了 可以抓狗啊,去看一下 我们来到了MPIP 不过今天星期四 他们讲 只是做到半天 做到三点半,Office关了 然后现在是 三点 三点三十七分 最差的准时 再看去哪里找娃娃,走吧 很担心 我们现在去在我大女儿乔恩 然后有网友透露 给我们知道之前他的狗 然后被 MVIP抓了 然后在巴西古当的垃圾山里面找到 而且他找了一个礼拜 然后还有一只在 四龙的森林里面找到 然后我就问他大概的一个 地点在哪里 但是他讲地方太大了 给不到我确定的地点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叫 今天我们会去这四个点 看能不能够找到娃娃 因为 他一个小孩子在外面 他会很害怕 因为他也很胆小 所以希望我们可以找到娃娃 尽我们的能力去找到 找回我们的家了 希望我们是幸运的 加油 我们现在 我现在到了 四龙这边 的一个 牛中巴 这一次真的 不是来探险 是来找我的娃娃 可是我不知道 会不会在这个地方 你们看这个地方 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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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像听到有狗叫声 娃娃娃 我怎么没有看到狗的中阴 娃娃 娃娃 我也不太确定 娃娃有没有在这个地方 不过 就一直喊一只叫 不过这边一只狗的中阴都没有 所以不知道 会不会被流放到这个地方 也不懂是不是网友所讲的 四龙的森林 完全是要通运器 看能不能够找到娃娃 好彩之前都有在一些废弃的物资啊 森林里面冒险 要不然真的一个人进来这种地方 小孩吓死人啊 不过为了家人 什么地方都要去 因为是家人 他到底是生是死我们也不知道 娃娃 如果你们有看到娃娃 记得骗我 然后让我知道 感谢 真能感谢 到这边很多垃圾 这样就意味着会有车进来 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抓狗队的人 把狗流放到这个地方来 因为这条路车可以进来 不过还是一样没有狗 没有狗的踪影 一个叫声都没有 娃娃 有可能那些狗会来这里翻找垃圾啊 看有什么食物之类的 但是好像都没有 完全没有狗的踪影 森林里面还有很多猴子 娃娃 娃娃 哇 绕了这个地方一圈了 我们去丝隆的另外一个森林找看 我不知道丝隆有多个森林 可是天色越来越暗了 就在趁 趁海看得见的时候就比较安全吧 加油 加油 现在来丝隆华晓附近那边的住宅区 问看他们知不知道 他们每次丢狗的一个确实的地方 因为这样屋里头的找也是很 不懂得怎么找 我去问问看先看如何 我们来到四乃的陈王庙 要问看这边的居民 不过这里没有人 完全没有人 我个壁就是四龙花销 看可以过去问看一下吗 叫老婆下去问这个地方 不懂会不会是他们丢狗的地方 不知道会有得到这样子的线索 尽我们的能力 刚才那个的确是垃圾山 然后很多网友讲 那些狗都丢在垃圾山那边 四龙的垃圾山 可是那边的管理人员讲 这边丢来的狗都是已经死掉的狗 就是可能一个星期没有人认领了过后就 轮道毁灭了 然后就丢过来这个地方 跟垃圾一起埋掉它 所以我觉得暂时 暂时四龙的这个线索暂时断了 他叫我们明天早上去跟巴斯那边的 其中一个地方问看 不过我觉得虽然已经开始天色慢慢暗了 不过我还想要去 我去加兰尼邦那边看看一下 那个是巴西古兰 所以去那边看看一下 OK 我希望娃娃还有一线生机可以找到娃娃 可以马上带娃娃回家 不要给它在外面浏览 Let's go 我们来到加兰尼邦这边了 然后巴西古兰这边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工业区 网友说只走这条街只走 就应该可以看得到那个垃圾厂 垃圾堆了 所以我们就顺着过去看一看吧 三更半夜了 Let's go 喝什么 你在车里面你怕吗 吓到我吗 这里不像是垃圾 弟弟 你在车上锁门啊 OK 我指向那边 没有过去那边 呃 现在来到加兰尼邦 这个是 呃 网友给我知道的地方 他讲直来就是一个垃圾厂 我看地图是一个蛮广阔的地方啦 但我不知道会是个怎样的地方 不过这里 武器马黑 像森林这样 呃 好吧 小心点 哇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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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头都卡 Sam 是啊 我觉得不会卡 哇哇 哇哇 超 speed 当然很厚欸 头部人真的长高 很多 娃娃 爸爸来带你回家了 前面有一个森林 可是我不懂 是不是地上林狗的脚印都没有 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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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还是被政府人员关起来 在一个不会被淋雨的地方 在那边休息着 等待我们去找到他 我真的很不希望他 已经被那些抓狗队的人 已经不用流放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我希望马来西亚的抓狗队 昨天才抓的狗 希望他们会有一个程序 而不是这样马上抓就马上流放 我们身为主人的我们要怎样去找 我们也不知道 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被抓狗队抓走 他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不过他不会回家 这件事我很敢肯定的 一不是出了意外 就是被抓走了 要不然他不会不回家的 我们还跑了 今天跑了整百多公里 在寻找娃娃 娃娃 所以 所以有看到的话 让我们知道 感谢你们 我现在有看到一只狗 看到一只狗跑出来 不懂是不是娃娃 我刚刚要上车的时候看到一只狗 然后我现在跑下来 我看一下是不是娃娃 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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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太黑了 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 只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影子跑过罢了 说不该确定也是不是 就可能是其他的野狗 他要再 再看怎样去寻找娃娃的踪迹 我们看到一只 瘦小的狗 娃娃 不是不是不是 没想到我 她是灰色的头 不是妈妈 那妈妈在那个距离所的 希望更高了 不是 现在已经是8点多了 没来到这个地方找 我们只可以看有没有在 还在政府部门 明天再去找一些政府部门 可是明天拜五不懂有没有开 明天拜五是休息的时候 anyway 我现在 集合所有的一个 information 就是说 如果一个星期没有去认领的话 那么就会 被流放 或者是被 I don't know 把都是听说的 因为这一次 也是我第一次去找我的 狗狗 然后 听到网友 在哪里是可以找到我就去哪里找我 真的是 是 很像无头苍蝇这样子找 就上更半夜了 希望 我们可以把娃娃找回来 希望她 还是 很安全的 接下来我们还要再继续继续 想让娃娃回到我们的身边 要继续加油 所以今天的寻找应该就会到这一边 会在网上再找一些 或者在Facebook找一些 资料 看网友们有些帮忙 希望 希望明天会有些 什么好消息之类的 好 今天就到这一边 祝娃娃 平安 今天就到这边 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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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